又多了一个版本 反正我们刚刚做的不外乎就是一个流程 纠组惩罚表 万年利 然后再到index 用index 我这边分两个 一个是有加 没有加那个ifl 这个是ifl 然后将index再改成indirect 就是一个步骤 然后再过滤掉零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分成两个公式 画面在这边可以参考 VPA的话 我分成一个切割 一个清除 切割跟清除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就是直接在 其实你将来就是插入一个什么模组 然后再把两段程式放进来 这两段程式怎么产生的呢 基本上就是插入什么程序 有一个切割 有一个清除 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就加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的话 就是按下这个切割 它自动会把这边来源 帮你切割出来 然后按清除 就全部清除 这应该很简单 不过应该最后这个方法 应该是最有成就感 我不知道 我觉得每次按下去 就觉得太好了 如果你工作里面都按下去 就可以收工的话 那当然多好 每个地方都给它加个按钮 那可是这个其实怎么做出来的 基本上这个逻辑 比较接近用那个indirect做出来的 indirect里面的话就是说 后面 我们是后面加什么 加那个A1 有没有 A1 然后A2 A3 A4 A5 A6 A7 所以后面的话都是A多少 后面是 它应该去抓的那个列号 前面都是A 那我是利用类似的方式来做的 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这是第一个 我这边增加一个BBA 也是一样增加一个新的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也许你如果比较不会的话 你就是先做一个清楚 for I A指的是列 哪一列呢 第一到 第六列 然后追的话 我是指的是 哪一栏 那因为基本上我们是 第三 应该是哪 第三栏 有没有 C栏 C 2 3 4 5 3 4 5 6 7 有没有 3到7栏 所以基本上 我要先把我要的范围 先画出来 这个是我要 清除的范围 还有我要输出的范围 OK 所以我先把这个范围 列用I来表示 蓝用追来表示 那当然清除 我想应该比较简单嘛 你一个一个清除的话 后面加上空字串 所以这个清除按下去 里面的资料全部清空 再把这个清除复制贴过来 改成切割就好 不过切割就比较麻烦 要怎么切割呢 我需要去抓什么 抓Range 哪一个Range 就是哪一个储存格 就是Range Range A 有没有发现 A指的是A蓝 对不对 后面的话 And 哪一个 那这边的话 相对就是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这个列 哪一列 那我的规则基本上 就跟刚刚的那个很像 J指的是蓝 那蓝的话 各位有没有印象 前面我是用什么 Column Column就是哪一栏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样 你就是把Column改成J 减掉2 有没有 前面不是有Column-2 对不对 实际上就变J-2 为什么-2呢 因为它现在是第三栏 它预设是3 减掉最终1 对不对 加上刮弧 有没有发现 用I来表示列 所以原来是Raw-1 现在把它改成I-1 乘上多少 乘上倍数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原理原则 跟刚刚的原理原则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有印象了 有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跟什么 跟这个原理原则 一模一样 只是把什么 Column改成J Raw改成I 其他都一样了 然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执行 有没有 其他没有什么不一样 直接执行的话呢 再加两个按钮 做出来的话 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按下去 全部做出来了 清除 全部做出来 所以其实 如果你那个函数的概念 清除的话 要做成VBA 我想应该也不是很困难的事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这个可能 需要花多一点脑力 那这个都有延续性的 所以如果你前面的东西做得出来 我想你后面这个VBA部分 应该也可以做得出来 那我有把那个最后我写完的程式码 一样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比较快的方法是Ctrl-C Ctrl-V 那之后的话 最好还是 自己动动 最好不用重新全部重写啦 你可以把最重要那个Range这个地方 这个感觉上跟那个 Indirect 我觉得是非常的像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可以再 花一点时间去稍微理解一下 OK 好 那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来看后面的范例 那这个是额外补充啦 所以藉由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完全的啦 在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最重要的几个函数 其实都有讲到了 Lookup Vlookup Index Match 还有什么Color跟Row 另外还有Indirect 这些函数 用到的几率都非常的高 藉由这些函数 你要取得资料来源就很简单 这个概念跟资料库非常的像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来看 噢